台东县今天公布新增一位确诊案例 累积至今确诊案例三个例子 继25号零确诊破功后 台东26号再新增一例本土个案 案6105 50多岁女性 15号也参加过林家小馆喜宴 16号则与台东确诊的案5468 以及北部的案3419一起参加新居落成聚会 个案6105的确诊跟5468有关系 于是我们重新了去疫调5468 在5468第一时间未说出全部的足迹 疫调人员再度询问才又查出更多的方向 疫调之后发现25号确诊的案5468 根本不只有林家小馆的足迹 参加了聚会还到医院进行物理治疗 新兴村育婴商店的 饶庆林说前一天公布的确诊足迹 是经过确诊者口述 可能因为记忆模糊才会有所出入 另外花林26号也增加一例本土确诊个案 案5890 80多岁男性 是之前公布案3464 弃修工的岳父案4329的爸爸 之前一采阴性但二采阳性 因为务病在床因此足迹单纯 至于案531远传门市人员 目前匡列了同事7人 6人采景阳性 他也曾接触57位客人 联络上了32位 30人完成快筛 其中29人阴性 1人若阳性 但花莲县名除了担心疫情升温以外 更害怕的是 周围确诊者的足迹 网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 上头多了一间书局跟烤肉店 民众跟店家好困扰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不同的版本上面的资讯也不太一样 然后讯息不一 然后每一个版本都有不同的讯息 那民众会焦虑吗 对此花莲县卫生局长表示 其实两个版本都是卫生局疫調结果 只是发布前认为这两处不惧传染风险 如果会造成我们的乡亲有感染之余的 我们一定会让乡亲知道 乡亲可以放心 现在每天都有新的足迹曝光 地方政府都会按照指挥中心指引 决定是否公开 但一下子出现两个版本 实在让民众困惑 TVBS新闻刘景元高智宏 徐云霓台的花莲采访罩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